西九龍星期日發生的奪命工業意外 兩名死者的家屬 星期二去到葵聰公眾臉防認屍 家屬神情哀傷 離開時沒有回應記者提問 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二在召開行會前 亦表達對這次意外的關注 並向死者家屬致意深切慰問 警方從刑責方向調查中 重新必定依法追究 在職安建的法例要求 刑罰是可以導致犯了罪行的人士 是監禁兩年的 當然法例是可以提升法則 去阻嚇 亦都去懲罰一些違法的人士 但是 無論法例多少 都是要人遵守的 所以每個人都要參與其中 去確保我們的職安建 是做到到位 他又強調每次發生意外要釐清責任 而勞工處已經即時巡查封物式工地 以作防範和監督 到位香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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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